第十七章 围攻戒兽 九头魔主率领着这一批真神抵达 个个一眼看到了远处的那高大魁梧的金色身影 那就是戒兽 九头魔主 血蓝十足等一个个都不敢丝毫大意 哈哈哈哈 远处的戒兽全身发出一道道曲折的光线渗透向虚空 同时他大笑着 笑声响彻在这一片虚空 你们就是宇宙海的真神 要来杀我 而对面的九头魔主等真神们则愈加警惕 火虫真主 九头魔主立即传音喝道 你先上 火虫真主心中发苦 可也没办法 毕竟此次被吞吃的是他的小型宇宙本源 哄 火虫真主当即驾驭着一艘战船 呼啸着冲向远处那高大的戒兽 戒兽 你不待在巢穴中 竟敢出来还敢吞吃我的小型宇宙 真是找死 火虫真主愤而咆哮 咆哮声如雷传递而出 同时那战船化作耀眼光芒 直接撞击向远处的戒兽摩罗撒 面对战船的撞击 戒兽摩罗撒躲都没躲 哼 战船的船头直接撞击在戒兽摩罗撒的身体上 令他身体仿佛橡胶凹陷下去 紧跟着幼妇员直接将那艘战船给震开 原来我吞吃的就是你的小型宇宙 戒兽摩罗撒怪笑着 可怜的美食你都不敢出来和我交战 火虫真主 远处的九头魔主也怒而透过传讯令牌传讯 还不动手 让火虫真主当先锋 就是要试验出这戒兽的一点虚实来 若是一直躲在战船内不出来 虽然安全 可也探测不出虚实 这一传讯 顿时让火虫真主又急又怒 他看向外界那戒兽摩罗撒 简直眼睛在冒火他恨啊 一切都是因为这戒兽 戒兽 该死 火虫真主猛然一声咆哮 哗 身体游动着迅速便窜出了战船 他的身体蜿蜒且长 有着数百提爪 每一提爪都无比锋利 是天生的武器 他又专门配备了适合的真神级宝物在身 足以发挥出他的巅峰战力 红神力燃烧秘术 红蒙蒙白光笼罩周围 正是领域类至强至宝 死去吧 火虫真主完全疯狂了 这一刻周围的虚空都显现出了一模糊 猙獰的幻影 直接窜向那戒兽摩罗萨 哈哈 戒兽摩罗萨却是张狂笑着 忽然一股狂暴的可怕灵魂冲击 瞬间冲入火虫真主体内 这强大的灵魂攻击顿时令火虫真主一声哀嚎 原本正施展的攻击也被打断 而戒兽摩罗萨却是张狂笑着 身体上瞬间长出一条条手臂 足足数十条手臂 直接朝着火虫真主撒拍击过来 火虫真主虽然哀嚎一声 可也强忍着依旧迎上 他的每一体爪都是可怕的武器 每一道爪光都撕裂虚空 带着无尽的威能 砰砰砰 借受摩罗萨的手臂和火虫真主的提爪 一次次碰撞杀得疯狂无比 恩 远处的九头魔主健壮 火虫真主仅仅是略处下风 火虫真主在我们宇宙海的真神中 实力算是普通 没想到差距似乎不大 其他真神们也彼此传音交谈起来 也不奇怪 当初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便是让真神和戒兽战斗 那火虫真主虽然没机械留宝物 可灵魂至强至宝 战甲类 领域类等等都是有的 论进战 它可比同魔神要强不少 而且同魔神和幻星真神 当时是被三个戒兽同时攻击 现在我们遇到的 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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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魔主 火虫真主显得很兴奋 我一和他厮杀 他吞吃我小型宇宙本源的速度 立即锐减 锐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显然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他必须竭尽全力无法分心 一分心和我厮杀 就没法再吞吃了 而且他的实力比我强些 应该和血蓝始祖相当吧 只是他的灵魂攻击非常强 让我极难受 并且和他厮杀的时候 他散发的力量 时刻在消耗我的神力 挡都无法挡 还有 和我厮杀 他的力量也在消耗 就好像我们的神力一样 他拥有的和我们 截然相反的力量 我估计一旦损耗光 他也得死 只是不知道 他的身体到底拥有多少那力量 九头魔主得到消息后 略以私存 他乃八大霸主之一 按理说 即便到了后期遇到最强的戒兽 应该也能抵挡一会儿 否则的话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就没必要让他们拼了 一起上九头魔主传音下令 所有真神一起行动 不可莽撞冒险 彼此联合 一举灭杀这戒兽 好 一起行动 其他一个个真神听到命令 也不抵触 既然是众多真神一起行动 自然不怕了 当初唤新真神和同魔神 便是一起行动的 他们这么多 其中还有九头魔主 怕什么 杀 杀死这介绍 顿时包括九头魔主在内的八名真神 也化作流光冲过去 远处和戒兽摩罗萨疯狂厮杀的火虫 真主剑撞顿时大喜 我等联手杀了这介绍 虚空中出现了一座白光蒙蒙的大门 大门缓缓开启 一道黑色丝线 瞬间从那大门中射出 几乎一瞬间便到了戒兽摩罗萨面前 吃吃吃 虚空中也出现了两条缠绕着的金光 两道金光彼此缠绕 宛如茧子 绞杀一切阻碍 直接绞杀向那戒兽摩罗萨 一朵朵血色花朵 凭空浮现 朵朵飞出 朝那戒兽摩罗萨笼罩过去 无形的灵魂攻击也降临过去 一瞬间 各个真神在飞行过去的同时 就开始施展出一些远程手段 攻击向那戒兽摩罗萨 啊 瞬间被多名真神攻击击中 戒兽摩罗萨痛苦的一声丝毫 他那能量凝聚出的金色铠甲 甚至都宛如被腐蚀了 出现了一个个泡泡 他自己的力量在疯狂抵抗着这些神力 彼此抵抗湮灭 借兽摩罗萨扫尸周围 先是轰飞旁边纠缠的火虫真主 愤怒嘶吼 你们激怒我了 食物就该有食物的觉悟 杀死他 杀 真神们却根本不理会这些兽摩罗萨 同时 他们也不会真以为这些兽是愚蠢的 一个诞生下来 注定就代表着毁灭的可怕存在 绝对不可轻视 他们自然得各个竭尽全力去攻击 唯有九头魔主在观察着 并未发动他的攻击手段 死吧 戒兽 你还是死吧 真神们一个个环绕着戒兽 开始施展着手段 最耀眼的当属血蓝十足 血蓝十足神体威鹅 同时释放出一条条藤蔓 每一条藤蔓上都有着黑色流光 则是他专门在禁之世界弄到的一套 机械流宝物 好配合他的手段 一道道黑色流光藤蔓 迅速延伸过去 疯狂缠绕向远处的戒兽摩罗萨 或是近战 或是远攻 被一群真神围攻 戒兽摩罗萨也感到有些扛不住了 还想隐藏实力 将这群真神都诱惑过来 没想到其他几个竟然这么强 戒兽摩罗萨被围攻的也是有些惊恶 因为血蓝十足等实力明显高过火虫真主两三个层次 瞬间 逼迫的戒兽摩罗萨也疯狂了 八名真神围攻 最强的九头魔主则是观察着那戒兽 实力的确很强 竟然在八名真神围攻中紧紧略处下风 就算是和我宇宙海八大霸主比 也仅仅稍微弱上一筹而已 九头魔主未知惊叹 再让戒兽成长下去 怕是将来 除了罗锋 其他我们几个都对付不了戒兽了 现在杀了他 九头魔主观察片刻后 终于施展手段了 后 九头魔主的九个头颅同时怒吼 九个不同的面孔 瞬间发出诡异不同声音的怒吼 一瞬间在虚空中便出现了一道道扭曲的通道 九道扭曲的通道彼此缠绕 形成一诡异图案 直接照向那头借兽摩罗萨 受死吧 怒吼之后 九头魔主全身瞬间浮现光芒 通体变成紫色 正是机械流宝物 九条扭曲的通道 组合成的诡异图案降临 令借兽摩罗萨真疯狂了 他猛然抬头 张开嘴巴 没有任何声音 那无声的尖叫却是直接钻入围攻他的每一个真神的灵魂中 连正爆发欲要冲上的九头魔主都是瞬间一顿 而其他八位真神各个露出痛苦之色 虽然极痛苦 其他六位还能勉强攻击 可其中有两个甚至痛苦的丝毫 都无心再去攻击了 食物 就该是食物 借兽摩罗萨猛然转头 死死盯着那火虫真主 哗 原本以借兽摩罗萨为中心 延伸向虚空的一道道曲线 忽然足有大半曲线 猛然转向 凤狂缠绕向那火虫真主 大量的曲线瞬间笼罩 令火虫真主 一瞬间就化为了一残茧